我会忘 老师要老师 你好 颜老师 你好 来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云学芬 今年59岁 来自福兰 宁养 夏普春小学 我就是这群孩子的 唯一的一个老师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来接替你的工作 而你59岁 你也要过自己晚年生活了 那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我今天来到这个平台节目上 我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 是通过电视平台 让 看到我们的节目 有人 希望有人去 我们称教书 我们那里 电视平台的 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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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等一下 颜老师不用紧张 如果现在正在观看电视节目的镜头背后 有一些年轻人在听了你们的表述之后 他们特别想去夏无孙 接替你们的位置教这些孩子们 你有什么要叮嘱他们的 吩咐他们 或者有什么要拜托的 你们 你们到了我们那个地方 接受了孩子们的学习任务 你也得像我一样 每天 把学校对岸的同学 一个一个的 附送过江 在过江的过程中 要注意 特别是要注意安全 渡过江了以后 我们还要走 还要走过500米的平均小路 下大雨的时候 洪水漫过了平均路 你得必须 把他们一个一个的 眉上过去 放学的时候 你还得 一个一个把他们送回家 你们到那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 觉得 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们那里 山好 水好 人好 那如果他们说太苦了 他们干不了多久 你又有什么话 想着怎么说 虽然你们那个山好 水好 人好 但是确实是太苦了 你对于这样的一些 指教的人的想法 你又怎么回应呢 有困难就要坚持下去吗 为了培养这个孩子 就是 辛苦一点 也没关系吗 尹老师 我让他对他们说些话 我本来他以为他想说 教育孩子 是我们身上的重任 他没说这次 他说的很普通 你来了之后 你早上 要怎么怎么 一下午 要怎么怎么 每天在叙述自己 每天应该做的这些个事 虽然很矮板 但是非常的生动 因为这就是他每天 要过的日子 这四十年当中 有没有想过 走 不干了 挨不下去了 我从没想过 在九二年的时候 中小校长到我家 要求把我调离中小 并叫 要我离开这里 我想到 我一走 孩子们 就没有输赌了 我还是拒绝了 学校领导的经营 如果你要真的退休了 这些孩子 你最放不下的是谁 他生下来 没见到他父亲 他妈妈 两个月的时候 去走了 那平时他的生活保障 学费之类的 怎么办呢 他的学费 几乎是我垫资的 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你们 你们把心里所有的话 都跟尹老师说 一句都不要说 也许尹老师真的要退休了 但是他们心里 永远有你 好吗 接下来是孩子们的告白时间 她要退休了 不过 别常 M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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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就是你们所有的学费一直到大学我都会资助你们 然后我同时我要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有能力的话 多帮忙他们多帮忙他们多帮忙这个学校让更多的孩子有学善然后可以生活过得更好 你是说谁要他们爱读对我全部资助 全部资助 全部资助 听明白了吗 来向李老师感谢居哥们 谢谢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发起这样子的志愿去到乡下去教小孩子念书各有各的专场我们编一个课程表 我愿意加入其中我愿意会去教这些孩子们我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能够帮助尹老师起码承担一个月的教学任务 三寸比三寸成了三尺讲台十年风十年雨十年树木而尹老师是四十年为这样的老师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我们感觉到生活真心 掌声送给他 尹老师也说了 虽然年龄大了我可能要退休了但是我会把孩子们安排好之后我才能够放心的去过我的晚年生活 我们也希望见识机前的各位 如果有谁愿意到夏无村去支教去到夏无村来带这些孩子们把自己的一厢热血或者是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们可以跟我们栏目联系 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希望相关部门看到了我们这样的节目能够伸出一把援手 按照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扶持政策好好地关注一下这个三寸小学 祝尹老师能够幸幸福福地度过晚年 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记得老师 无论以后将来你们身在何方 老师心里都有你们 也希望你们心灵都有老师 好吗 谢谢你们